大家好 我们接着早上 我们早上有谈到这个 阿难他以他的妄想心 这个肯定 那这个肯定就形成 以这个肯定 所获得的 就变肯定 我们所谓的此生故彼生 所以 我们他的整个源头出在哪里 出在 他这个认知心他把它肯定下来 所以这个一旦肯定他如何去破除外面 基本上 假如我们有一个点是肯定的 就算你在否定 也都是站在这个肯定去火定 有了这个肯定 就会形成另外其他的肯定 有了其他的肯定 就会生出其他的火定 但所有的肯定火定 来自在他的源头 源头他早就错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早上所说的就是 他的核心问题出在哪里 包括我们不断的在修学佛法 我们却有一点一直都不容易看到的就是 自我肯定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人修到成不成就的一个关键 包括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往生进途 这是一个很维系的地方 但我们一般在谈进途却很少去谈这一点 我常讲就是我们在厌离说佛我们厌离的是苦苦 所以这个苦苦你的厌离其实跟畜生差不多 因为畜生也会厌离苦苦 但再进一步要厌离你所要的乐 这个坏苦 这个就看功夫了 那有的人稍微轻高一点 他比较脱俗 他不爱这个世间 所以他连这个世间的乐他也能厌离 因为他知道这个乐终究会带来爱别离 爱别离苦 但他往里面的那份自我肯定就一般人看不到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厌离苦苦或厌离坏苦 我们不执着苦不执着乐 但就执着一个自我 所以当我们在回向进途的时候 所有的修行里面却隐藏的背后一个 核心的自我爱着 所以我的修行必须 一切回向到这里来 那我就可以修 但我的修行如果碰到我最核心的肯定 这个时候 我们平常如果碰到一些障碍 我们可以克服 因为我背后还有一个自我肯定在滋论我自己的生命 可是到如果临终的时候就不一定了 因为临终是要彻底舍离 彻底舍离的时候 他连最后的肯定也没有的时候他开始惶恐 这时候 之前可以念的佛 面对到核心的爱着的时候 他可以翻脸 他可以抛下他之前所修的 他开始去追逐 因为他他所有的修行背后 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自我肯定在支撑着 他看不到这个虚妄的我 他背后有一个执着 他背后有一个执着 他的执着很多面 有的人是靠这个 有的人靠那个 个人靠的不一样 但如果看不到那个核心的爱着 这个核心的爱着 这个核心的爱着一旦被冲击到 他的身心就会极大的 躁动不安 极大的躁动不安 所以我们早上提到阿难 他靠的是这一份肯定在修行 但也同时靠的这个肯定在颠倒 所以 我们很多的修行 我们会看不到那一个最终的这一份自我爱着 所以当厌礼说佛的人 他的厌礼绝对不是只是一个 好跟坏的选择 我这样讲 大家留意一下 之所以我要厌礼 是因为不顺我 之所以要往生 是顺我 这个问题出在这里 所以即便你怎么用功 但最后只要不顺我 你之前的修行都可以一次就磨杀掉 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 在佛法里面 我就谈 就是我们可以佛法看似心 但能 我们可以从外面去厌礼苦苦 这个我想这也比较出钱 但一个人能少欲知足 这就不容易 这是坏苦的部分 但能从生命的颠倒 我虚望 去厌礼 这个就不容易了 因为这里面还是要一点功夫的 因为当他不了解修行的价值 纯粹要自我火定是会颠倒的 这就是我们在修行上 这就是我们在修行上极维系的地方 一般人心血 如果要他一下放下 要无我无我 其实很难 因为他必须 透过某些层次的肯定 他才可以进步 一步一步进步的 他一下子要无我 他找不到自我的定位点 所以有时候我们理论虽高 却不容许他有稍许的执着 其实他的修行路是很难走下去的 很有意思 可是一旦秩序肯定下去 那就中毒了 不肯定下去他没有甜头 他修行很难得到肯定 同样的 如果我们不了解解脱的真正清净喜乐意义 我们要放下也困难 所以涅槃 生死跟涅槃 我愿意厌离生死 正因为厌离生死的当下是涅槃 这个很有意思 我不要另求 我也不是贪这个 我知道当我放下自我的时候 其实真正的解脱喜乐 放下自我不是完全空洞 其实是另外一个涅槃 这个要很小心 这不小心会走到外道去 但如果没有的话 因为他不了解修行的价值 所以 他当要厌离的时候 他会惶恐不安 这个 除非你自己真正面对 或者你不大清楚 那一份不安 为什么你不会觉得不安 因为你正在执着 你正在依赖他 靠着他在自我肯定 所以 你所有的修行 中间还有一个背后的爱着 在支撑着你这个修行 那所以说如果你不了解 修行的意义 你再怎么丢 你不敢丢 你这个支箭没有建立起来 你会惶恐不安 我丢掉之后要放哪里去 这种众生的习性在不断的割舍当中 我什么都可以割舍 但留个一席 一席之地让我肯定一下 这个肯定 所以他会隐藏到极为细为 为什么我现在在这里谈 因为唯有你建立一个很精细的支箭 你才能看到我们背后维系的爱着 而这个不处理 终究你要面对 最后的全部割舍的时候 你就算表面上稳定 你还会举许不安 因为你不确定 这个我最后的舍离 背后将要去哪里 因为他不知道解脱的意义在哪里 不知道 这个是很稀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会 不安 所以这里面我讲 我常讲就是 我们在修行当中 有一点文系的偷的心 偷的心就是 我们在修当中背后其实还有维系的自我爱着 我还是讲说这个必须要细的观察 你要很细的观察 我们有时候 看似稳定 但背后的维系的爱着你看不到 这个就是我常讲 这我有遇到烦恼的时候你才会知道 而且还必须要很细的烦恼 而且很重大的 影响你才会发觉不安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修行 为什么我现在突然要岔开谈这个 就是 我们假如修行不修到核心的点处 你可能在你的修行当中 还会隐藏的很细很细的爱着 而这个爱着 我之前不是讲吗 就我们之前还没修的时候我们的执着就像大麻省看得到 叶修修到变小钢丝 大麻省还拒得掉这个小钢丝就很难剪掉了 但看不到 看不到 因为他被其他的善法引盖住 最近我常一直在谈到一个观念 我们虚假那就不管了 这个修行 现在问题有一个观 问题就是 你真的很亲近 别人也认为你很亲近 你也不虚假 也觉得很亲近 问题是不是就不晓得 最近我们在念火的时候 我们几乎就是用比较禅修式的 几乎都是禅修 就是止尽的 绝大部分的时间 就是稍微绕火一下 就全部都是止尽 刚开始有的人不知道干什么 因为我们在阴森当中 这个阴森是动的 我常举例就是 这个过滤网的网孔很大 因为你本身躁动 所以很多烦恼穿过去你不知道 可是当你试着静下来知道 你把网孔往内缩的时候 才发觉很多都被过滤到了 所以我们习惯用阴森 因为阴森本身是动的 所以他不容易看到很细的不安 那你必须要试着阴森不要的时候 你还能不能念得下去 所以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说 我只要好好念火就可以 我一定可以往生 我说你说你好好念火你没有啊 他说有 我说那你有没有一心不乱 没有 啊每一心不乱怎么说 坚定 你看这些多气狂 我深信我一定要往生 是不是 这讲出来 大家都会讲 那你有没有一心不乱 没有 嗯 那就矛盾了 为什么 当你不能一心不乱的时候代表你散乱 你散乱代表什么 你攀缘 你为什么攀缘你肯定 是不是 你不肯定你怎么会攀缘 你不攀缘你怎么会散乱 你没有散乱怎么会不一心 你没散乱当然一心不乱 所以其实当你在深深念火的时候 其实你都在做判断 而且都是选择错的 不是吗 你每一个阴森在念火的时候 其实你外向是说要往生 内在都偷偷的去攀缘外面的 所以攀一次攀两次 所以念到半年都没有一心不乱 我今天不是表象的专注 我是在看你 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活号当中 你的抉择对不对 其实你的很多念头当中 都是往外攀缘的 你说要往生 但真正内在的你 是不断的在肯定外头 你如果没有这么细的观察 你会自欺其人 所以修行假如没有更细的 知见或是适当的方法 你的修行很亲近 大家肯定 你依你的知见也认为肯定 你也不欺狂 问题你的惶恐太大 你的惶恐太大 你很多烦恼过滤不到 你会以为你可以 所以一路上我们讲到这里 就是说 其实阿难是何许人 但他 却还有一个很深细的自我爱着 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当中 你注意看 我们一般是 你不断的精进的往外 用心 但很少 很细腻的 往内观察 所以当你没有往内观察 你那份肯定始终没动摇 因为你没有看到他的虚假 这个虚假不是你用一个口号就把他火电 你必须要看到虚假才能厌离他 厌离不是靠感情 厌离靠智慧 所以你没有透过仔细的自我观察 你那个厌离心是不容易升起来 所以现在就是从这里再开始谈 你今天要肯定你去确定他的存在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就是说 第一个你的事情是在内在外 乃是在根找不到 你看很有意思 我都找不到 但后面还有四个 我都找不到 但我为什么肯定 你凭什么肯定 你凭什么肯定 因为你这个肯定 因此就肯定所有 所以我最常讲就是 你舍掉99留下一的呗 那算过很用功了吧 99舍掉了剩下一 但我只要做个二分法 你就全部回来了 一之外 一跟一之外 所以 变成二分 数量上一个一一个是99 但我把它分成二分 就是此生彼生 就是一跟一之外 所以只要一在一之外就在 所以只要一存在99都在墙外等着你 所以你很努力修学 但你所有修学就是留下一的肯定 所以你所抛下的99 随时听你呼唤回来 全部一涵 我一肯定 一之外的东西 是靠一肯定 才有一之外 此生才彼生 此在彼不会跑掉 表面是丢掉 内心 内心是肯定他的存在 你可以用称来肯定他 你不一定用爱 但只要用称肯定 只要是肯定 就在 现在这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观察 那我们假如没有这种更细的知见在抉择 我们很多烦恼过去你是看不到 所以我们讲说注持圣法 他并不是什么法 他就是那个相应于佛所说的智慧 你能如实实践才叫做注持圣法 类似这个道理 是不是 所以今天会谈到这个东西 他其实所有佛法最核心处啊 一定不从字末谈 谈的是众生的根源苦恼 这才叫四圣地 他不谈字末的烦恼 他谈的是 不能回避的 那个苦是真实苦 变来变去都变不了的苦叫苦地 这个因不论其他因 就是这个因 这叫极地 离开的苦疾没有灭 苦疾灭才叫灭没有另外灭 所以这个灭叫灭地 连结了端就一条路 叫唯一圣真道 叫古轩人道 没有其他 它是一个必然连结 那你把这个道理 四圣地放在这里也是如此 同样道理 所以当我们选择佛法的时候也不会动摇 为什么 没得选择 不是逼不得已只好选择这条路 是因为其他路是虚妄 并不是我因为宗教上的信仰逼得我不得已 我要忠实一点 不是不是 因为它是一条真实路 其他是虚妄路 是这样 所以你对一个佛法的信仰是不需勉强的 你只不过是相信它是真实 所以你后来走这条路你会觉得憋悟选择 因为其他不究竟 我这时候生出来的皈依才是真皈依 所以我们一般皈依未必真皈依 从感性上的选择 而不是智慧上 因为一切其他法不究竟 我显示一位正真之道 正真之道 是真实道 所以这时候才从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这时候皈依就比较不会动摇 所以这个皈依不会多长 所以昨天我们在皈依的时候 我就 我们事业有一个年度一天的法会而已 我说不然我们体检超度好了 什么超度 皈依啊 所以我们在皈依的时候一直强调 整个皈依就是一种智慧的抉择 当你对于你所觉的这条路 透过实质对世间的苦 对这个法的究竟解脱的真实意 你起了这种皈依 基本上就如佛所说的 不堕三个道 这就不用立白位了 你看这一次就解决了 好 我们现在接着看 我们早上谈的是那个 是我们的认识心是在根处 现在是认识心 因为在根处就又出了一个问题 所以阿难就另外一个想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 只是因为 因为每个人本不一样 我就不念 但因为也不可能重重讲 只是让大家有机会 很想去进一步了解的 透过这样的理解 你们在理解上会比较快 他现在就想说 我们主张我们认识心在哪里 在外在内在外在根 都发觉会认识心 都发觉会矛盾 都会跟你自己所认知的事实冲突 所以我在别的地方没有 我就找一个安住处 所以七处真心 其实在我们也是 你看阿难 他内不行就外 外不行就根 那现在他又另外一个找一个角度来 那个来肯定 那我们的烦恼心是不是这样 我找不到肯定处 我会从另外一个地方找肯定 甚至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借着火定自我来肯定自我 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我借着火定自我 去自虐 我透过自我火定来肯定自我 是不是很怪 有 所以有的人讲说 他在虐待自己 虐待得很愉快 奇怪怎么会这样 因为他顺的没有 他必须 透过 某一种存在来肯定自我 这个最深层的自我的肯定是他 他迫切需要的 但他没办法从顺向肯定的时候 他就用逆向的 管他好坏 只要我存在 所以有的人是用糟蹋自己 在形成自我肯定 所以修行上里面 有时候会隐藏的 就是我透过不同的形象 一种因缘 来 在这里获得一个 维系的自我爱做肯定 这个必须要你能 能观察到 那所以说 这个没有 他调另外一边 这个没有我调他一边 我总是要找一个 我舍掉所有 只要留一丝之地 让我立足就好了 所以佛法到最后 这个我很早就讲说 一毫不立 我连一丝之地都不给你 我舍掉九十九 我连一也不给你 我除二勿尽 连一都不留你 为什么 留下一九十九就会回来 叫除二勿尽 那这个就不是靠意志 这是靠觉悟 所以你看他不断在游走的时候 他会找一个肯定处 这个肯定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了 他说主张 我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说 如果你在内 那你一定要看到五章 现在他讲说 我在内 但我被包着所以看不到 他回避那前面那一个 那为什么看到外 因为 孔窍开了就看到 包了就看不到 这下他把前面的全部闪掉了 他自己编 这就 哲学经常也是这样 为了要找出一个肯定 他用尽他的脑袋 种种推理 给自己的身心找到一个 答案 就在这里 我们有时候找不到 我这个人如何肯定 我只好找上帝 我建立上帝 然后再由上帝肯定我 所以是上帝创造人 还是人创造上帝 这个有待商权 因为我人心不安 那我找不到一个根源答案 所以我找一个上帝来解决所有 上帝找到这个源头 我的存在 由上帝来肯定 那结果他不知道 上帝是由你肯定的 是不是 我们在修行当中 这里面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过去的习惯 形成我这个生命的爱着 所以这个肯定要靠什么 要靠不断的执着才能肯定 所以我的业力就会形成我对六根的 我六根就会生出 就名色六路 明色六路的存在词 是不是又形成我 我的时候会不会在滋润明色六路处受 所以我肯定他 他肯定我 我有我的颠倒心 形成这个劲 由这个劲来增长我的妄想心 由劲跟事增长我我值 由我我值再开两端 见分相分 没完没了 事实上你没找到一个任何肯定的 但你可以 透过很多的肯定 透过很多肯定 但都不是确实的 你保证我 我保证他 绕到一圈他保证他 到最后谁是稳定的 没有一个 这就是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 经常找到很多肯定 仔细看都没有一个稳定 我们透过很多 我讲的叫一群诈骗集团成立的 为什么有色 结果色不实在 你为什么想 我这个想在色上里头了 你为什么有色 因为有想 有试 有试才有试 有试才有试 试言明试 明试言试 弄了半天 明试也假的 试也假的 可是他就互相远 结果明试也有了 试也有了 就这样 那我们要破的话就是说 如果 我们往内观 是暗 因为包场的 包场暗 开了孔窍 叫明 那我说 你往内看的暗 到底是在你的前面 那在你前面 你看到暗 看到暗应该是对象 对象应该在外 那你说 往内看暗了 因为他 他为了要讲暗 因为这样我就看不到五脏了 所以你就不要再要求我看到五脏 好 你不但看到五脏可以 那请问你看到的暗是在内还是在外 如果你看得到暗 那暗在外面呢 怎么会说暗在里头 对不对 我们看到暗 暗在外头 不是暗在里头 所以暗如果是被你所观察的 暗应该在外头 那你现在是讲说我的心在里头 只是他被包着 那暗在里头 问题他怎么被让你看到 那应该是在外头 好 再过来 如果你硬要 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 只要暗的 好吧我先取你 暗的就在里头 那我们现在关灯是不是暗的 那这一间是不是 其实这个 是 我们这个房间的暗 其实是在外头 可是你要讲暗就在里头 那请问这个房间 也是里头还是外头 如果这个暗 这个房间的暗也是里头 那应该这都掉的五障 要不要听 可是这明明房间 所以暗根本不在里头 你要想把暗当做里头 那房间的暗应该是里头 那换句话说 这个暗跟里面的暗一样 那五障不就 这里不就像五障一样吗 可是明明五障是在里头 暗在外头 是不是 这个房间的暗 因为其实暗本身 并不是你所说的 暗 是在里头 因为我讲说 我们认识心应该在里头 可是在里头就会出现 要看到五障 可是我们认识心在里头 我们去看不到五障 我们都是要靠S光 看不到 所以讲说 我的认识心在里头 但看不到是因为被包着 所以我容许我的认识心在里头 但因为包着所以看不到 我说你看不到怎么会看到暗 对 因为看到暗有两种 就是看到暗 其实暗已经在外了 照你讲的 你如果还要把暗当作内的话 那我就用同样的比喻 那房间暗 怎么是在外头 不是里头 那你如果容许暗都在里头 那房间暗也是里头 那房间那不就像五障一样吗 讲不通 类似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在佛法里面 他用很多的辩破就是 如果你容许这个道理 是通的 那我同理可证 这个道理要同 可是偏偏证出来是你不能接受的 这叫英明论证 如果你认为这个道理是不合理 你认为因为这个道理 我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道理放到 放诸四海皆准 偏偏我用你的道理 你用这个道理来自我肯定 好 我却用你同样的道理 找出结论是跟你的立场反对的 那看你要接受道理 那就否定你自己 那如果不接受道理 你还是否定你自己 为什么 你当初是利用这个道理来自我肯定不是吗 结果用同样的道理找出 跟你 背离的结论出来 接受也不是 不接受也不是 反正你就两头无处 两难 所以在辩证当中 我们在 思维佛法也是 我们自己 这里当然是岔开了讲法 我们有时候在佛门里面讨论问题啊 是因为大家乖啦 大家乖 你要碰到那个比较顽皮的 你就很麻烦 师父如果你就认为这样对 那应该这样 那是例外啦 这个 或是说 这个这样 那个以后再说 这奇怪 你不是说应该这样 同理可证应该这样 可是你又不反 你又不接受 可是你又接受这个道理 也就是我们经常修学佛法 理解佛法 经常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不一致 你并没有融通 你看到这个事情用这个道理 看到这个事情用这个道理 放在一块是矛盾 你还能放在一块很安稳 因为有隔间 你没把他挥在一块 所以你会 你内心里面 处在很多矛盾 你却不知道 你处在很多矛盾 类似这样的道理 所以在英明论证里面讲说 谈到最后 我们就一步一步要带 我认为这样 这样错 这样错 那不然这样 这样这样也错 那就这样 这样也错 不然这样好了 可以啊 这样可以啊 可这样就跟你刚才矛盾了 这样啊 他只是一味的防卫我 他忘了他的立场已经冲突了 所以他就说 为了一直 我一直在问难他 他就一直跑 问到最后 终于要 终于他讲说 那这样总可以吧 这样可以啊 可是这样你不觉得 你这个立场 跟你原来的讲法 是矛盾的 有人讲到最后 这样可以吧 可以 不过那是我的立场 你知道吧 他当初坚持 坚持有一切法有自信 那所有有自信 那所有有自信 自身 他身 共生 反正没得跑 那这样无自信总可以吧 这个我倒很欢迎 因为这是我的立场 你跑到老半天 结果跑到我这边来 你们有没有听懂这个道理 所以有些人纯粹在寻求肯定 他没有一个完整的立场 所以他不断在寻求任何理由的肯定 所以他跑来跑去 自己矛盾的不知道 如果我们脑筋很清楚 你错在这里 我知道你从哪里生 哪里执着 跑回来 因为立场很清楚 我们自己的对错很清楚 你这样 你这样我同意 你终于同意我了 同意了 因为你现在已经回到我这边来了 他忘了我们中间讨论的过程 就在辩论诸法有无自信 结果说 那这样你总不能变到我吧 当然我现在不会变到你 我赢了 不是 因为你已经到我这边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脑筋不清楚 要闪来闪去找个自我肯定 可是其实到最后道理都互相矛盾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觉得就说 另外他又执着 我这里建 同样建案 还是我故意他又为了回避他现在的矛盾 避免把房间变成五脏六弧 所以他说 建有一个内建一个外建 建案有两种 一个是五脏这个内建的案 是内建 另外房间的案是外建 他就这样你总不能找我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如果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就要破 合眼的时候 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们的五脏六弧被包起来 所以我们看不到 那睁开的时候 我们就看得到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如果这个事情在里头 这个事情在里头 但到底我们见识 是我们的心被包在里头 那看是谁在看 难道门在看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里头 我被包起来 那我如果我现在有个 我们有一个内建 内建就是我被包起来 可是我这个建是从什么建的 是比如说我现在被房间包起来 那我包在里头 那谁在建 外建 内建 那个这建是我们在看吗 不是真正看是我们在看 不是吗 所以这里面讲说 如果合眼的时候 我们被那个 虎藏手包是案 开眼见外 开眼 开眼见外的时候 应该见到脸才对 就是说我合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是包起来 那我包起来的时候 我看不到 可是开的时候 第一个我要先看到什么 我的心在里头 包起来我看不到 可是打开的时候 我应该看到什么 看到脸 为什么 五脏是在里头 脸是在外头 我包起来看不到 可是打开能看的时候 要看到什么 还是要先看到脸 之前我们说包在里头 打开的时候 现在看到五脏 现在你是用暗来区别 但问题一旦打开 要先看到什么 看到脸才对 现在我们来听到 我现在看不到 我因为我被包起来 在里头包起来 我容许你 但我一旦打开 我会看到什么 不看所以一看 一定要看外头的 那外头的第一层是脸 当你打开 你把孔窍打开 应该先看到脸 可是我们看的时候 没有看到脸 我们看到脸要从外看 是不是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假设 也都不实在的 那你如果认为说 我们可以从外看回来 看到脸 那跟我们把认识心 当作外头还不同一样 所以这是不合理的 再过来 他另外阿难就执着说 由心生故种种法生 由种种有法生 种种心生 所以他认为 我们的心不一定在哪里 由法者摔生 就是他不一定 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是我们普遍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知道 种原生法 我们那个钞票是不是种原生法 我们也都知道是种原生法 但种原生法之后到底懂 但他实不实在 却把他当实在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我们很多人在谈种原生法的时候 道理归懂 但在种原当中 合出一个实质的法 也就是说阿难他就说 我的心是随因缘而生 心生种种法生 法生种种心生 是这样 那他有一个照理讲 他如果是因为心 法而生心 心而生法 代表他是因缘生 对不对 那因缘生的心实不实在 应该不实在 阿难偏偏在这个 因缘生法的生命性当中 要执着有一个认识性在里面 这样知道 我们在讲中论的时候 我们这个生命是不是 生住意灭 沉住海空 那你就会认为说 这一个会生命 会生老病死的就是我 我们是不是这样 我们透过生老病死 这么一个生老病死当中 有一个主体在生老病死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透过生老病死来肯定我 那佛法刚好倒过来 如果他会生老病死 表示他因缘生 所以没有我 正常应该这么理解 但我们竟然愚痴到 明明生老病死 告诉你是没有自体的 结果你愚痴到 有没自体的生老病死来肯定有 阿难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你可以说有一个生命心 但不实在 偏偏你在生命心当中 却要肯定这个心是实在的 出在这里 道理归道理 讲所有重言生法 然后得到的最后答案 竟然在这个生命心当中 强安利有一个自体 这就是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 知道一切空 但空当中 却要在空当中 安利有一个不变的体 这就是问题出在这里 所以这么一个肯定下来 即便他谈的是重言生法 是生命心 其实生命心只是在帮助他 肯定有一个不变的心而已 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经常从生命心观察之后 却肯定有一个不生不灭心 那这个跟我们早上谈的 是不是有点冲突 这就是我们要理解上的一个问题 我们早上不是要谈吗 由不知常住真心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找常住真心 你看我们一开头早上要谈 就是一切众生从无死来 生死相续 是不是生命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 所以我们会在生住意灭的这种虚妄当中 我们要找一个真心 对不对 这其实是另外一个错误 但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常住真心 如果你是要强安利有一个法体在里头 其实早上我讲你即便用这个道理 也还是落入外道 所以常住真心并不是另一个体 而是那一个从生灭当中 看到他本来的极尽性 本来极尽自性灭板 在一切法处都有一个 即便生灭 都有一个不生灭 而这个不生灭不是一个体在不生灭 是因为他本不可得处 实无生灭可得 注意 而不是在生灭处 我们离开生灭 其实在生灭当中 硬又要去找一个 自己假想出来的一个存在的常住体 其实这就是坏道相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因为对如来藏的道理不了解 以至于让人家批评 并不是如来藏的思想有问题 是有人在解读如来藏的时候 就在生灭当中 忘生一个妄想 说有一个叫常住心 其实这个常住心在哪里 就在生灭心处 就在这个生灭心处 也就是说 这个生灭心的每一个刹那 都不离开他本质极尽 不是有一个体叫极尽 就是你所有的生命本身就是虚望 而这个虚望是在哪个地方 就在一切的元气法处 最近我们在谈论那个佛性 我们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 活性有没有 活性如果是有 那这个活性变成是因中有果 因为已经有活性在了就不需要修因为它在了 那如果活性没有就因中无果也错 所以我们经常在找活性 对不对 我们会设想有一个活性在我们里头 所以很多人打坐在观想 观想那个内在那个会晃光的活性 它这个纯粹就是幻想 又是妄想 所以经典里面讲的活性在哪里 你只要看佛陀当初出家的阴言 你大概就知道 你注意啊 我们现在看 你看佛陀当初在普里出家 我们早上所说的 就在我们的那种生死烦恼的 我们的生死颠倒当中 他察觉 生死当下的无知性 所以他就是不是成活 能让你成活是不是就是活性 可是当初佛陀成活是原因在哪里 就在生命的生死当中 发觉他本不可得 所以因此成活对不对 所以这叫活性 有没有另外活性 没有另外活性 但这个活性在哪里 就在我们五蕴当中 观察五蕴本来极尽自信涅槃 因此成活 这不是三世诸佛 一波日波罗密多顾 德阿尼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一份自觉就是成活之一 叫活性 所以活性在哪里 在五蕴 执着五蕴众生 照见五蕴是成活之音 三世诸佛 以波罗密多顾德阿尼多罗三妙三菩提 是不是这样 所以活性在哪里 就在五蕴处的观照下 所以这里面谈活性如来藏在哪里 就在见闻觉知之 有没有另外在找一个珍藏之心 不是 因为他这个心在生灭的当下 他本来就是极尽的 是你自己望生颠倒 就像梦境里面就算再怎么有 其实不需要你牢 你去灭除它 因为所有梦境本来就不可得 你只要觉不需要灭 知道吧 你醒来的觉性是不是就在你的迷梦心里头 有没有真简没真简 只差在觉跟迷 有没有另外得到一个觉性 没有 其实那个觉悟的心就在你迷梦心 差只是你觉悟心而已 所以于佛为真 于众生为简 所以这个活性在哪里 活性就在你现在妄想处 活性在哪里 就在我这个五蕴照度的生死当中 我如何觉悟它 就是我们常讲的 一切法是佛法 如果面对一切法 我迷失叫众生法 我对一切缘其法加以觉悟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叫若见诸相 飞相 则见如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活性在这里 不要再另外找活性 不然你烧一烧 你不然去看苦慧 一吹 活性飞了 活性被你烧了 然后一吹 活性飞了 那这个活性很可怕 那他谈到这一点的用意在哪里 所有的修行从外面全部拉回来 我与其不断的寻寻秘密解脱之道 那我有什么不能静下来观照我五蕴 我与其寻寻秘密要找一个地方 原来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会公布 就在此处 活头几年的休学 弄得老半天竟然在菩提树下 发掘解脱生死竟然在生死处 只要我觉悟无无名 亦无无名境 乃至无劳实 亦无劳实境 这叫活性 就这活性 这样有意思吧 所以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一旦不断追寻 那我就逐步从你肯定出 一步一步的荡向前直 让你所肯定的东西 一个一个松掉 所以由不断的从各面的执着 给松掉的同时 你那一份互相滋润 善法是法法相应 法法相应 烦恼是不是也是 法法相应 法法相应 所以我从戒 从定从会 从种种之见 从自我身心的一切观察 不断的让我烦恼变薄 所以这个烦恼 在彼此相互滋润的阴言 是不是越来越弱 这叫做慢慢去除生死 所以我们去除生死 在这里是不是谈到 我们有时候一直幻想 我要断生死 我要超越生死 我要解脱 你不是一直在另外心外求法 你一直像有些人就讲说 哎呀我来不及了 快无常了 我就念念念 就一直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快无常了 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是不是听到很多都是类似这样 很紧张很紧张 可是很紧张都没在修 他只负责紧张 然后就一直念得很惶恐 你为什么不take easy 你瞎忙干什么 你就把那些不该值得放下 不就更快吗 那我们就只要一直忙 然后我赶快解脱 他也不知道解脱在哪里 就一直忙忙解脱 然后就 我还很紧张 我还没有消息 我说你绝对不会有的 你只有负责白忙而已 你根本不知道 你从来不冷静下来看看 生死为何 什么叫解脱 你从不厘清 哎呀我赶快回家 赶快跑赶快跑 这个不然会懈怠 这样会来不及 你要去哪里 不管他啦赶快跑 人家在那边你跑那边 所以很多人很用功 但我觉得有时候想想 笨的也很可爱 但不知道在忙什么 好 所以刚才谈到这个 就是当我们这个心 你既然讲他说心生法生 那表示心不可得 所以这个心是一时因缘的生灭心 既然是一时生灭心 你为什么要执他为真心 你不是自打嘴巴吗 所以你要讲说有生灭心 当然是虚妄心 既是虚妄心 我就不要强安利他 所以阿难 拒绝佛法 却就在佛法当中 从生灭当中 寻求有一个真实心 问题这不是真实心 你觉悟这个虚妄心的虚假 才显真实心 结果你竟然在虚妄心里面 把虚妄心的生灭当作真心 那这个一个认错 失之好理 差之千里 好 我们休息一下